我今天想講的主要是無論我們個人溝通或是在輔導 都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引導 為什麼我講到這件事的觀念 就是引導的觀念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事實上當我們輔導人的時候 或者跟人聊天 人是很容易用一個方法 指責、吩咐、命令 是會令人覺得很不舒服的 而我想講的第一點就是 聖經講到聖經都是用什麼方法呢 聖經用的方法都是引領我們 在加勒太書五章十八節說 但你們若被聖靈引導就不在律法以下 就是說每一個信主的人都有聖靈引導 大家想一想聖靈引導你的時候用什麼方法呢 譬如你犯罪 聖靈引導你 令到你很不舒服 聖經用什麼方法 引導我們去看到我們的問題呢 什麼叫做引導呢 就是說這個人 譬如在這個程度 但應該去到這個程度的 但是神的引導 你要發覺祂會逐步逐步的 一步一步引導我們的心 神知道神不會心急的 當我們未曾做到祂要我們做的事的時候 祂不會煩惱 祂不會不耐煩 祂會一步一步引導我們去明白 而有時候會叮醒我們 即是祂叮醒我們 令到我們的感覺是很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會覺得被接立 被安慰 雖然提醒 但提醒不是一種挖的感覺 但如果大家比較人 有時候說的話 有時候祂說一句話 忽然會彈起 為何會這樣說 為何會這樣說我呢 是否祂不喜歡我呢 但是聖靈提醒我們的仇 其實是令到我們覺得被接立的 那這就是一個引導的 很不同的地方 引導就是令到人覺得被接立 而且是知道祂的程度 一步一步地引導 所以我們看到聖靈 都是這樣引導的時候 我們就說聖靈都是這樣做 我們都學習這樣做 在雅各書一章十九節那裏說到 我親老定兄們 這是你們所知道的 但你們各人要快快的聽 慢慢的說 慢慢的動怒 都是說到多些聽人說話 我們今天其實會用很多練習 怎樣去聆聽 怎樣去回應 這個對於我們很多的溝通都很重要 有很多父母 也有很多媽媽找我 第一就是她和丈夫的關係 另外就是和兒女的關係 另外就是和兒女的關係 說到兒女怎樣反叛 不聽話 怎樣想教就教不到 丈夫怎樣和他關係很惡劣 在這個過程中 我聽到她來講 她就說到 丈夫和兒女的不好的地方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 我就發現 我在觀察 譬如我試過有一次 有個太太跟我說 她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兒子 我說好 其實我都兩三次幫她兒子 嘗試幫她兒子 但是每次都失敗 第一次 她說 可不可以幫我兒子 可以 接著她打電話給兒子 跟兒子說的時候 我聽到她說 為甚麼都不理 牧師見你 接著 對方也是收線 我就問她 我問她 為甚麼你這樣說 你覺得 你兒子聽到的時候 他的感覺怎樣 他就知道 我的語氣不太好 很明顯他不是引導 他不是引導 他的兒子 從不接受到接受 願意去見下我 但他用一個方法 叫他來 你要來 而且他不來的時候 他用甚麼方法 你為甚麼會這樣做 牧師要見你 就是一個命令式 和一個指責式 但我們實在太多人 是習慣了這樣 是我們不知道 不知不覺 口就出來了 我希望大家 這件事入心 尤其是我們的服侍隊 我們每一個這裡的 輔導 幫助輔導的 弟兄姊妹 為甚麼我特別 這次講這個信息 是因為有人告訴我 有兩個人告訴我 有兩個人告訴我 他們的經歷 令到我覺得 我真的要重提這件事 因為要知道 真是可以發生的 即是我們有時候 知道 你要多些依靠神 你放下這些煩惱 你不要那麼擔心 你不要那麼憂慮 你依靠神 這句說話 即是真理 不過我聽過的人 覺得他沒有做到 你要做 你要做 很多人又說 那怎樣做 你這樣叫又不對 那怎樣說法 那這個我想說 就是引導 聖經也是用引導 我再看經文欄 才講實際的情況 即是說 另外一次 我再講太太的情況 另外一次 她就說 一會兒子會和我吃飯 你可不可以一齊來 一齊在這裡 和她兒子聊天 當時我答應了 但她坐在那裡 後來她就告訴我 她兒子一出現 馬上走了 原來她沒有告訴她兒子 她叫我坐在那裡等她 我便不承認 下一次有這樣的情況 我便問她 你有沒有告訴她兒子 沒有消息 當她兒子一見到 有另一個人 她馬上走了 這也是她很想 因為她的目的是好 但她用這個方法 是一個操控性的方法 為她安排了 以致後果是不太好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首先 我們侍奉 我們和人關係好 跟著我們和 我們和弟兄姊妹關係好 我們輔導的人好 和傳呼音的時候 我們怎樣和人有好的關係 其實引導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我先看其他經文 另外一個經文就是 在希伯拉書十三章十七節 你們要依從哪些引導你們的 且要順復 這條講道就是 教導我們是引導 當然有教導的時刻 講道就是教導 現在我正在教導 不過教導都可以用引導的方式 也都可以用指責的方式 我不知道大家有聽過 指責式的教導是有的 指責式的教導 到底有沒有指責這件事 其實聖經是有的 不過 是否應該常用呢 是否應該常用呢 我們看耶穌 是否他時時在那裡 說他的門徒不好呢 因為他會讓他們看到 神怎樣看從他們 他們可以怎樣做到什麼 譬如我們看到不同的例子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 李德 當他看到耶穌 哇 他一殺我叫他 吩咐 即是把網殺到右邊的時候 立刻抓到很多魚 他立刻跪下 主一人離開我 因為我罪人 但耶穌的回答是什麼呢 不用怕 你將來要得人如得魚一樣 耶穌是安慰的 耶穌就不是說 你這麼沒有信心啊 你為什麼這麼沒有用啊 這麼沒有力啊 耶穌的說話是沒有一種 令他覺得不舒服的感覺 所以我們其實很重要 就是我們說一句說話 我們要想一想 我說的時候 對方怎樣感覺 我們看看神跟我們說話的時候 有些人說 聖經也有很多指責的說話 聖經也有 但是這些指責說話 是對那些不悔改的人 不肯知罪的人 當知罪的人的時候 聖經是給我們很正面的鼓勵 即是說到給我們聽 神如何看重我們 神如何愛我們 神在我們心裏有奇妙計劃 神如何陪陪我們 神如何服侍我們 神如何欣賞我們 就算你一杯涼水 神都記念 即是神就是用那些最難做的事 最容易做的 你這樣做 神就會起劣 即是神是用很多的說話 令人聽的時候 是覺得被鼓勵 被激勵的 所以 世上的人的方式是不同的 世上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 聽習慣了的時候 你真是笨 你真是沒用 教都不懂 你學不到 你將來怎樣做人 這些說話實在太多 甚至在教會裡面都有 那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不懂得分辨 以至他在世界的說話 進入了教會裡面 即是即使是基督徒 即使是傳統人 都會這樣做 我這樣說 我不是要大家去批判 你的傳統人 絕對不是的 我本來你去支持他們 不過你知道 即是你知道我們不要用 好 那我現在繼續說 就是說 講到引導 以及強硬的說話 即是引導 用一個接立人的心態 體重人的心態 關心他的心態 正面的心態 引導 還有一個對比 就是批評 論斷 踩低 令到他失望 的說話 剛剛有個姐妹 反映了 就是說 慢一點會好一點 這個語氣 即是說話語氣都很重要 即是同一句說話都可以 譬如說 神很愛你 很體重你 神很愛你 你不知道嗎 這句說話 很不同 語氣和態度 是的 語氣和態度 而我們人 很明顯的 當一個人真的愛我們 我們受落很多 即是當一個人 關心我們 語氣 即是行動 就算 你知道研究動物 他們都說過 那些狗 是很知道誰 愛牠的 是很知道 我懂得有 懂得 講狗 我很多喜歡狗 不是狗經 我喜歡狗 我喜歡狗 也有人說過 狗是神創造的 一種很奇妙的動物 成為人的好朋友 還有 有人這樣形容 這個中國人來說 希望你用正面看 他是神 是有很多 好像狗的質素 狗是怎樣 看到人是不計較的 是很開心 很歡喜 很想和牠一起 神就是這樣 用正面看 中國人是覺得 太熱情 好像狗 但其實這個 有某方面 中國人是喜歡的人 不要那麼熱情 要收斂一點 不要那麼多表達 但其實事實上 很多有病的人 都覺得狗是他的好朋友 或者孤單的人 是認到牠很舒服的 所以其實基督徒 我們愛 愛是怎樣 是行狗忍耐 又有恩慈 耶穌說到牠是柔和謙卑的 牠不是強硬 牠不是定世人的罪 是叫世人因牠得救的 所以我們看到神是用一個 照顧引導的方式 聖經也用另一個字眼 就是牠養 牠養 牠養牠養 在《药行福音》 二章 有一章十五節 講到耶穌三次問彼得 然後祂說 你愛我比這色更深 彼得說 是呀主呀 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說 你牠養我的小養 那牠養和牠養 會有什麼分別呢 牠養就是 你會引導牠 你會帶牠 你不是找一條鞭打牠 你是引導牠 所以在我們輔導 或者跟人家聊天 我們都很留意 我們每一句說話 因為一句說話 可以造成一個傷害 當然有時候人都會 口快說錯了 口快說錯了 就認錯了 就是我們有做錯的人 就認錯 但是我們知覺的時候 我們都盡量去留意 我現在用一些例子 一會兒就盡量多時間練習 好 譬如有一個人來 我們跟他聊天 他說 我很煩 很煩 我現在很擔心 我的考試 我讀不到書 很煩 這樣 有一個人 當上第一個說 不要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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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不要緊 當一個人很不開心的時候 假設用一個例子 如果你剛好有一個家人 病得很重 在深切治療部 或者有一個家人 他真的離世的時候 然後你很傷心 你不要傷心 譬如你今天 你今天會來 如果你真的有家人離世 你不會坐在那裡 你已經在處理 在那個地方 在憂傷 有人說 你不要哭 你不要出聲 你不要出聲 可能你說 你不要出聲 讓我哭 因為這樣的時候 人是一定會有憂傷 但是人很直覺的反應 就是你不要哭 你不要哭 這是一個我們習慣性的說話 所以我第一個要介 就是要想一想 不要哭 就先想一想 這句話 盡量少說 好了 現在說一個人 很憂傷 我們可以怎樣說呢 我想說 我們可以用很多恩典 很多恩典 很多正面的說先 然後才引導這個人 做些什麼 譬如這個人沒有憂傷 我們有幾個目的 首先我們定目的 這個很重要 希望大家記得 定目的 怎樣定目的呢 我到底跟他聊天想做什麼 我想做什麼 第一 我想問一下大家 今天我想練習 所以大家放膽開聲 可以多拿一個咪 有說的 你大聲說也可以 但是大家不要怕到咪 怕了就不敢出聲 我想問一下大家 當一個人很憂傷的時候 我們可以有什麼目的 有幾個目的可以有 有一個人很憂傷的時候 有什麼目的 第一 將他的重量 擺回去 就是很憂傷 不要哭 不要生死 OK 幫他的情緒 不要激動 不要激動 我想問一下大家 這個是不是 我們第一步想做的事 第一步想做的 安慰他 安慰他 OK 安慰是很對的 安慰是怎樣叫安慰呢 陪他 不如拿一個咪 你們一說的時候 不過我覺得 我知道會很困難的 不如這樣 大家把椅子 逼近一點 於是傳咪 傳得快一點 大家 不用停 不用停 就這樣 逼近一點就可以了 立即可以回應 我意思是 一些人逼近一點 不是那些椅子 是一些人逼近一點 變成咪 一傳的時候 立即傳到 好 那我就想問一下 安慰 其實那個方法 我們稍後再想 其實那個目的先 我現在說目的 我們想怎樣 想達到什麼目的呢 有什麼目的想達到 第一 如果他們很憂心 要達到他們 安慰和幫助的人 OK 你所說已經不同了 安慰和解決的問題 已經是兩樣不同的東西 沒有解決問題 是安慰接納了 憂傷 沒錯 我想問一下 安慰和接納 憂傷 這兩樣是否一樣 都不是的 接納和安慰 這兩樣有什麼分別 大家想想想想 讓大家動一下 有什麼分別 當時很憂傷的時候 接納和安慰有什麼分別 接納了 知道他的狀況 他擔心是正常的 是的 感受 幫他安慰他的時候 將他的感受 去表達 去知道自己的狀態 OK 你再說 知道他的狀態 他自己知道他的狀態 讓他能夠知道自己 可以宣援的狀態 譬如說他 這個沒有開動 他說不開心 或者他沒有擔心 我們都知道我明白你的擔心 好像見到你不開心 知道 知道 即是我知道 我知道 我感受到 感受到 這個就是認同 認同 認同 同理心 認同 OK 認同 我想大家 將他分別 幾件事 我們做 第一件事 其實第一件事 是同理心 或者認同 同理心是什麼呢 這件事非常重要 就是說 他在受傷 他在受苦 我們沒有 不過我 可以怎樣 跟他一起 感受到 他的憂傷 和苦 所以 與哀哭的人 同哭 這就是聖經所說的 這個同理心 所以 第一個目的 同理心 讓他知道 有另一個人 有同樣的感覺 就算我們沒有那麼強 但是我們 可以 盡量 去表達出 我都感受到你的憂傷 那這個可以 我們待會再說 怎樣做法 好嗎 第一 認同 接納 同理心 除了之外 有些什麼 我們想做呢 我覺得 我們要祈禱 祈禱 是 祈禱 這是一個過程 目的是什麼呢 我們想現在講目的 我們達到什麼目的 然後跟著講過程 什麼方法 目的 我們想他第一 安慰他 應該叫做 同理心 同理心 感受 對 感受 然後第二 聆聽他 說他的問題 是 這個 另一個就是 聆聽 這個聆聽 其實也有同接納 和同理心 是同類的 即是說 感受他的感受 給他表達出來 其一 除了之外 想講 立即就拿個咪 忍到他 將問題 有什麼方法 他自己可以 有出路的 方法 你講一講 方法 你 引導他的方法 他講出來 我們是否先引導他 講方法出來 先引導他 講一下 現在的感受 是的 即是說 他引導他講出 這個感受是非常重要 因為這個也是屬於第一個 就是說 他的內心 即是同理心 是一樣的 他能夠感受到他的感受 OK 好了 除了之外 這個也是屬於 給他表達他的感受 接納 認同同理心 這個是 第一樣的重要 OK 接著呢 我講下去了 第二 其實這個 這個目的 即是說 有同理心的表達接納 而另一個目的 其實是類似的 就是令到他被安慰 被安慰呢 可以是 這個同理心 都是被他安慰的 那也有其他可以安慰的 譬如說 你都做得很好 你真的 你都 譬如他 那個家人 有病得很厲害 那麼很多時候 那些家人 就會 那個感覺 即不是病的那個家人 就會覺得 我是不是做得不夠呢 我沒有 關心他不夠 我沒有幫助他不夠 他就會 自己呢 即是有一種內疚 那我們就盡量安慰 即是 安慰他 令他覺得舒服 在他無論他什麼狀況之下 他的心境能夠舒服 好了 另外我們還有些什麼 可以達到他的目的呢 即是 我會只要探他 我只要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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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他一個行動 那我現在呢 我不是講行動 我是講目的 目的 目的 是的 醫治是另一個可以的目的 譬如他很憂傷 怎樣得到醫治 那 那這件事呢 我們就要決定了 即是說那個方 即是他什麼時候做 有時是 那其實這個 接納 都是已經可以有醫治的 安慰也都可以有醫治的 那有時候有些可能是深度的醫治 這樣 這個是其中一件事的 除了這件事之外 還有些什麼 我們的目的呢 聆聽的 細心的 這個已經在第一句說過了 第一句說過了 第一句說過了 就是聆聽 接諾他 引導他 讓他表達 處理 聽了他講完 就處理怎樣 是 有的 都有處理的 那你處理怎樣 譬如他現在面對的困難 的時候 幫助他處理這句 可以說是一個 後一點的目的 我們明白這件事的時候 就會很不同的 其實什麼人物 我們都知道 我們有這幾個目的存在 我們不是只是 因為很多人很快去到 只是處理那裡 我們是要 這幾個目的都要達到 即是都要達到的 那我現在 將幾個步驟再講一次 以及怎樣做法 第一就是 其實就是 聆聽 同理心 我知道你 怎樣 同理心 怎樣表達 同理心 其實基本上是這樣的 那個人很傷心 你分辨到的 是不是 那個人很傷心 那個人很失望 有些感覺 就難些分辨 就是失敗感 即是 有個人他做得不好 但我們未必覺得 他有失敗感 我們要分辨 他其實是 有失敗感的 這個是 要觀察和去想 如果我是他 我不會有這種失敗感的感覺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我現在用教導的方式 有一陣子 我就會給大家練習 兩個兩個這樣練習 因為 這個都是我們很需要學習的 我自己都需要很留意的 第一件事 當我們聽到有人有困難 無論他離婚 我們因為憂傷 因為他失望的困難 靈性的問題 他的苦惱 我們都盡量第一步 就是感受這個人的感受 即是說 他這樣的情況 他會有什麼感覺 其實人的感受 可以在當時很多東西在一起 可能是傷心 失望 覺得自己沒有用 覺得很困難 即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很多種的思想 也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感受覺得 即是沒有力 自己軟弱 自己做不到這些事情 有失敗感 即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我們就第一件事 就是能夠將他的感受表達出來 感受到 又表達出來 即是譬如說 我知道你這樣的情況 你會很不開心 我知道是不容易的 這件事 我們就不要只在那時候說 即是在遲些 說到某點裡 當你有表達任何 他表達他的困難的時候 我們都立即表達 即是說 我知道你在這種情況 是覺得很不開心的 很困難的 即是我也想大家 能夠敏感這件事 待會你試一下 即是分享一些情況 兩個兩個分享的時候 另外的大兄妹姊妹 就回應回 我都會感受到 在你這樣的情況 你會覺得困難 或者有時你問他 你有沒有覺得不開心 有沒有很影響你 有沒有覺得很煩惱 很不開心 即是我們都可以問回他 去瞭解他的情況 第一就是感受他的感受 又接納 我知道在這種情況 你不開心的 認同 即是認同 在這個時候 可以鼓勵他 將他的感覺說出來 即是說 你告訴我 你覺得怎樣 你有沒有不開心 有沒有覺得很難搞 那些關係令到你失望 或者你親近神 覺得困難的時候 你有沒有令到自己 好像達不到神的要求 即是這些都是 其實 這些東西是要我們分辨的 即是當你一聽到 他說的話 我還是做不到事 那這句說話 立即就想 這句說話 即是為什麼呢 我現在嘗試說幾句說話 讓大家嘗試說 告訴我 這句說話 背後有什麼感覺 譬如有個人說 神都不聽我祈禱的 那這句說話 可以代表有什麼感覺 在背後 可以拿到麥克風 有埋怨神 是 有埋怨神的行動 但他本身的感覺是什麼 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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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呢 失望 失望 好像無助 無助 無助 即是好像 神都沒有聽過我祈禱 覺得無力 或者覺得很自卑 神都不聽過我祈禱 好像我太小太小 都沒有不容 ok 另外一樣 唉 做基督徒 真的有時候很難 那這句說話 表達了什麼呢 沒有自信 沒有自信 其中之 他應該遇到困難 他又遇到困難 那遇到困難 他的感覺是什麼 解決不到 解決不到 那他覺得什麼 他的感覺是什麼 覺得好像 有些 不是基督徒的人 他喜歡 祭祈禱 給自己 ok 你說的這些是thinking 覺得我好像基督徒 及其他基督徒 或者我祭願不好 是一個思想 我們要分辨什麼 是思想 思想就是 好 這個情況很困難 這個是思想 如果說到感情是什麼呢 情緒是什麼呢 Glad sad mad afraid ashamed 這幾樣 大家可以記住它 Glad 開心 sad 憂愁 傷感 mad 憤怒 afraid 懼怕 ashamed 可以用英文記號 可以記住 一起記住 Glad sad mad afraid ashamed 即是這種感覺是什麼 思想是不同的 我無辱 這個是思想的感覺 我無辱 是思想來的 當人無辱的時候 他會有什麼感覺呢 覺得他自己無辱的時候 他會有什麼感覺呢 沒有價值 沒有價值呢 自責 那感受是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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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我是無辱 即是覺得 我是不值得人看起的 我是沒有價值 這個呢 因為有時候有些說話 是可以說思想和感覺一起的 即是我太卑微了 我是沒有人看得起的 所以我就會對自己失望了 對自己失望 對自己看小自己 即是 即是 其實呢 因為我們的 詞彙 形容那個 思想和感情 有時候是很相連的 即是 即是當我們覺得我自己無用 然後呢 於是還有一個很 心情 一種自卑的感覺 但是有時候有些人 很有用 他都會有自卑的感覺 譬如他說 他本來是世界第一的 但是呢 他打網球第一的 但是呢 他現在呢 打到第三了 第七了 他會覺得很自卑 即是他不一定 他的能力 他的能力都很高 但是呢 他會有種自卑感 那 我們就留意了 譬如有時候我們會傷心啊 不開心啊 這個第一就是 回應他的感受 那麼呢 這個第一就是 接納啦 能夠說出他的感受 即是說出 你也都去問他 你是不是覺得很傷心啊 很不開心啊 這樣 那也都呢 可以讓他 邀請他講 譬如說 你是不是覺得不開心呢 覺得有煩惱呢 這些可以邀請他講 然後呢 我們 當我們回應了這些感受 亦都可以帶來醫治安慰 有時候有些說話 如何醫治安慰呢 其實你都很努力 昨天我去探望一個人 因為他媽媽很危險 那我在我和他這個女兒 祈禱的時候呢 我就說了一件事 我說我知道你呢 你會 即是可能覺得自己做得不夠 那我就告訴他 我就說 其實你已經很努力 那我祈禱的時候 神啊 神啊 安慰他的心 讓他知道他不是做得不夠好 其實他已經非常努力 那我一說他就哭了 即是他真的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 那這也是一種安慰來的 其實安慰基本上呢 是用一些正面的說話 神知道你的困難 神看錯你的 神關心你的 你所做 神喜悅的 你已經很努力的 這些是一些安慰的說話 人是需要這些說話 才有鼓勵去行神的路 然後呢 下一步呢 可能就要幫他去 了解他的情況 了解情況是怎樣呢 例如 這個人呢 每一個情況不同的 有些情況是很危急 有些情況是比較普遍的 例如他 好像我昨天見過那個基督徒 那樣 那他的媽媽很危險的情況 那他也很關心他 那但是呢 他看到他傷心 不過他又不是過度的傷心 就是他這個情況不是叫危急的 就是 不是很危急的情況 那時候呢 同處理一個人 他一直哭到 哇 在那直情失控的 然後很傷心的 哎呀哎呀 哎呀好媽媽 那怎麼辦呢 哎呀哎呀 哎呀好像亂了龍 那樣 那我知道那個情況 就會很不同了 就是我會 在這個情況我會分別 那我看到他呢 是很平靜 他就是想 有更多人為他祈禱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主要就是 安慰他 讓他知道他努力 做的是神喜悅的 那也都 你做完一切了 你媽媽也 相信他主的 所以呢 神都照顧 神都看著你媽媽媽 神很關心你媽媽 神關心你媽媽的 神照顧你媽媽的 神照顧你媽媽的 他很看重他的 他很看重你的 那這些全部都是 鼓勵的說話 安慰的說話 鼓勵的說話是什麼呢 是 不是你要再做多些才達到的 即你不是要做多些事 你做多些呢 你做多些呢 你媽媽就更加肯定上天堂 那他就要做多些 我不是叫他做多些 我告訴你 你已經做了很多 神好喜悅你 即是這類的說話 我們盡量去多做 那這些說話 是會鼓勵人 去有動力去做的 那譬如 我想問你 如果你嘗試做一件事 你去傳呼音 那譬如 假設有一個人 帶著你去傳呼音 那譬如 假設這個人 當你一做完一次之後 他馬上就告訴你 你自己做什麼 做什麼 那他就說完一次 那你又做第二次了 那你又想做好一點 然後他又指出你 第三、第四次了 你又做錯了 然後第三次 他又說了 第五、第六次了 你又做錯了 當他陪著你十次的時候 你開始會覺得怎樣 你開始會覺得 糟了 我怎樣才做得好呢 所以這個都是 我們時時要留意 我們想幫一個人 未必直接告訴他 是最好的 因為你告訴他 可能他更加失望 而是在那時候欣賞他 你這麼努力 就算他沒有信耶穌 其實你已經努力 神已經賞賜了 是不是這些說話 就是令到他的鼓勵 神已經看到 神已經賞賜你了 神會大大使用你 你將來會幫更多人信耶穌 那這個呢 就是鼓勵了 鼓勵就是 有些人要鼓勵 Gamma Dei 下次努力一點 加油加油 加油這句說話 是鼓勵的 因為加油 很多時候人就沒有想到 你要加油 加油加油 是舒服的 這句說話的確是舒服的 不過呢 如果努力一點 我想問你 是不是一定舒服 就是 戒命一點 是的 戒命一點 這個呢 其實只是叫人努力一點 或者做得不太好 未必是一個 對他的鼓勵 好了 那 我們 即使我講到 我根據他的情況 了解他的情況 如何帶來醫治 即是他需要不需要醫治 那 譬如昨天的情況 我覺得他有些內疚 可能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 覺得 缺乏力量 那時候我就 盡量在這方面去激勵他 然後就是引導 其實幾部都是引導的 都是引導著 幫他面對他的情緒 另一部引導 就是說 他可以做些什麼 那 在昨天那個人的情況 我就是 讓他知道 其實呢 聖靈的能力在你身上 你可以為你媽媽祈禱 讓他知道 他有這個潛質 那我為他祈禱的時候 我說 聖靈在你身上 你就有這個能力 為他祈禱 就是讓他有這個 就是他有這個潛質去做 這個人聽到 是會更加有動力去做的 但如果你說 你要一天幾次 為你媽媽祈禱 你要不停為你媽媽祈禱 這個就是純粹是 吩咐式 即是我們記者 我們盡量避免 吩咐式的說話 因為吩咐式的說話 他只是覺得 我要做我要做 但是如果我們說 用一個恩典的推動 就是說 神的能力在身上 當你經歷聖靈 你經歷到神的能力 那你為他祈禱 你帶著能力 你就可以祝福他了 你就會給他這個機會 就是讓他知道 他可以做到什麼 這個其實本身 就會讓人有敵禮性 而不是只是叫他做什麼 我們幫助人 靈性也是 我現在用一些例子 譬如我鼓勵人祈禱 我就不會說 你又是祈禱幾次 你祈禱幾長 你祈禱是否專心 你有否真的放下你的煩惱 來祈禱 如果這樣說的時候 會有什麼感覺 很多困難 這件事我希望大家記得 當我們幫助人去做一件事的時候 不要問他 盡量不要 有些情況都可以問 不過盡量減少這些說話 你做得多少 你做得多好 你做得有沒有果效 這些說話是令人有壓力的 但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告訴他 譬如說一個祈禱 神真的很喜歡我們祈禱 你跟我一起說 神真的很喜歡我們祈禱 你隨時祈禱 神一定會聽的 你說 神其實是感動著我們祈禱的 神很想透過我們祈禱祝福我們 所以每次當你真心說 耶穌我需要你 神是很開心的 洩露見癌不見眼的 這些我全部都是鼓勵祈禱的 不過我用的方法是什麼 我告訴你那個potential 即是英文這個詞 即是中文 潛質 好像potential 就好像強一點 其實有多少潛質 多少 這些恩典等著給你的 當你一祈禱 神就會使用你的祈禱 這樣是很不同的 當你要祈禱是一個律 一個戒命 人聽到戒命 我們是需要告訴別人 戒命 不過戒命聽得多 是不太好 就在家裡也是 如果老公老婆 一會洗碗 放垃圾 倒垃圾 抹乾淨的垃圾桶 不要跌倒垃圾 不要跌倒垃圾 人家 如果人家都是吩咐這些 聽到 很厭煩 真的有很多事情去做 如果基督徒都可以 每天你要怎樣祈禱 祈禱幾次 看聖經看多多 你要練幾多經文 什麼什麼什麼 全部都可以給人一種壓力的感覺 但如果我們講多給人聽 神的恩典 神有很多禮物 神很想使用你 你做什麼神都會歡喜 所以你一杯涼水神都會歡喜 你兩杯涼水三杯涼水 你幫人更多 關心人更多 神是更加歡喜的 好像我們的姐妹在她的店舖 經常傳呼吸 我用一個例子 她真的經常傳呼吸 你每次說 神很喜歡 你每一句說話 就算不信也好 神都可以在喜歡 那時候 那個人就覺得 我做了不是白做 是神真的歡喜 而我們都歡喜 這些說話 是不是更加鼓勵他 向前去 所以我們鼓勵大家 當我們負導一個人的時候 我第一句說 多點祈禱 你有沒有祈禱 你有沒有依靠神 那個人馬上會 尤其他自我形象很低 他的感覺是什麼 你即是說我祈禱不夠 我即是做得不夠好 他馬上的感覺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 記得多說一些神 如何看從你 如何愛你 第一 認同他 譬如那個人靈靈低 我知道不容易的 如果你有試過這個經歷 你都說我都試過靈靈低 很軟弱 好像無力一樣 都是覺得很困難的 我知道在這個情況不容易的 即是認同他的感受 要表達一下他的困難 然後表達他的感覺 然後表達他的感覺 也都認同他 在這個情況是會有困難 即是我們不是認同他 放屁不做 我們不認同他這些 我們認同他是有不開心 有壓力 但是我們也都會 在這個過程 後來我們都會引導他 如何做這麼多的祈禱 其實 我們對於想到祈禱的時候 可以和他分享 我以前祈禱的時候 經常覺得 要祈禱有時都會覺得悶 但現在很不同 因為祈禱 神立刻祝福 即是感受到聖靈 原來神真的經常來到 即是神這麼喜歡聽我們的祈禱 神經常有很多恩典 等著降下來給我們 這樣一祈禱你 感受到聖靈 原來神在服侍你 即是神隨時服侍我們 所以每一次你經歷喜樂 以及我們中間有誰經歷喜樂 或者未有喜樂 即是喜樂 平安興省 或者感受到聖靈的搖動能力 其實就是神在服侍你 耶穌在服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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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很喜樂 並且祂加你的力量 這樣的時候會激勵人 而古人看聖靈 其實聖靈 有些人看的 就覺得 你今天要看幾張 你要記得看幾張 你將來快點看好新約 看完新約 就好像 我有多少功課要做 但我們告訴別人 其實聖靈講很多神的英訊 真的很寶貴 即是祝神某些英訊 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 一切交給你 神一定會供應 神一定會幫助 神是欣賞 一杯涼水 神都欣賞 聖靈講完這些說話 是給我們很大的安慰 這樣的時候就會激勵人 即是我自己看聖靈 看到什麼好的經文 我就會記住它 我就會記住 我就會練習它 讓我可以用得 這些都是鼓勵人 怎樣激勵人 但我引導 讓祂知道那個潛質 重點就是我今天所講的 引導的時候 讓祂知道那個潛質 一起講 引導的時候讓祂知道那個潛質 神一早為祂預備的恩典 神怎樣愛祂 神怎樣體重祂 神怎樣想興起祂 這些都是神的恩典預備好了 當你一親近祂 立即這些恩典就來了 這樣就會激勵人去親近祂 OK 好 那有沒有問題想問 接著我們就會操練 因為這個 其實這個說話 如果認為日常生活 怎樣 這些就是聖經說話 如果日常生活 很簡單 譬如家人 媽媽煮了飯 煮了菜 我們可以說到什麼說話 謝謝 謝謝 很好吃 這些都是令祂舒服的 就是我們令祂舒服的說話 即是說我們其實說什麼說話 當我們在日常生活都是 時時想想那個人有什麼感受 然後時時多些說欣賞的話 而有時我們需要引導 那我們引導的方法是怎樣 譬如說 那些垃圾沒有收拾好 那些衣服沒有擺好 那可以怎樣呢 那可以說 那我們怎樣處理這個問題呢 那些衣服都很亂啊 那我們怎樣處理呢 我們一起收拾好嗎 有時可以這樣的 即是看情況 譬如跟祂說 不如我們一起收拾吧 這樣 我們自己收拾 一同場幫我收拾吧 這樣好不好 即是自己收拾吧 是的 很開心的 是的 即是說 我們先收拾 然後跟著邀請他一起幫我收拾 你幫我收拾我很開心的 即是這些都是一些方法引導他 而不是說 你又不來收拾 我只是我一個人收拾 你又不理我 那這些說話呢 就會令人很舒服 是的 即是說 餓餓了之後呢 你一樓收拾 還沒來的 還沒來的 我的問題就是這樣 他在這裏 你在那裏 你很願意收拾 他不是很願意收拾 那你今天令到他有一點點都沒有反感 即是你跟他說 他可能最後收拾一件 或者一點點 他有一點點改善 你就欣賞那個部分 即是你不要期望他去到 好像你會自動收拾 他去不到那個位 如果他一直都不收拾 那你就接受他 那麼久都不收拾 他現在都很難改 或者有一天他會收拾 即是總是意思就是說 他有一點點做 都欣賞他來提升 而他一直都沒有提升 你就接受他是很難改的人 那怎樣引導 這個 即是說 其實怎樣引導一個人改變 這真是一個很高的智慧 最重要就是我們知道 他已經很久是這樣 他很難改變 但如果我們稍為幫助他改變 一些 我們已經恭喜他 又很開心 他今天有改善 我們自己都可以跳起來 我太太經常都跳起來 有些什麼 我做了他馬上就跳起來 哇 你今天幫我收拾東西很開心 他馬上真的會覺得 哇 原來我收拾東西這麼多回報 這個都是我們在日常生活 怎樣激勵人的一些方法 那 我自己都要學習的 如果我有做得比較好的 大家都原諒我 你都可以提我的 我是接受意見的 我都盡量去欣賞 盡量去說 你做得好 你 神大大祝福你 大大提升你 這些就是 恩典 盡量是恩典 就不是說 你努力一點 你做多一點 神有很多恩典給我們 你做什麼 神都會歡喜 OK 大家會否留意到這幾種說話 分別了律法和恩典的說話 恩典的說話 是什麼 神愛你 神體重你 神要使用你 神祝福你 神要欣賞 神加你力量 神提升你的生命 這些全部是恩典的 律法我們都要講的 但盡量是引導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怎樣去處理呢 而其他的律法說話 譬如吩咐 吩咐都可以這樣 譬如有時候我說 我們可以用另一個方法 有邀請 麻煩你幫我搬個琴 這個也是有邀請的 吩咐就是 你搬個琴 麻煩你幫我搬 是有不同的 是有不同的 如果再差一點 你們都不幫我搬琴 這個時候一聽 有沒有覺得舒服的 是不舒服的 你都沒有幫我搬 通常一定有反面效果 所以大家留意到 我們說話上 盡量留意 聖經有沒有重點說到 說話很重要 有否強調 有否強調說到 是 是 一句說話 一句話說合而 就好像 金蘋果落在銀磅之類 又禍不舌頭 是骨頭截斷的 聖經都說到 這些說話還要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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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